之前有一期视频 咱们聊了国内小家电品牌的代工之路 当时查资料就发现一个很典型的 靠代工成长起来的品牌 格兰士 格兰士的成长之路很有趣 最初它以卖鸡毛起家 后来转型做微波炉 通过代工掌握核心技术后 开启了价格战 扫除异己的副本 最终成为全球微波炉第一品牌 至今也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格兰士 看它是如何通过代工做大做强 又是如何在价格战中碾压对手 笑傲微波炉江湖 故事开始之前 咱们先简单了解下 微波炉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微波炉的诞生源自一个意外 1945年的一天 美国工程师斯宾赛正跟同事们做雷达实验 忽然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融化了 不知道如果你穿兜里的巧克力融化了 你是会选择赶紧吃掉 还是赶紧洗衣服 斯宾赛的选择是开始思考 为什么巧克力会融化呢 如果是体温 肯定不会化成这样 于是他开始分析现场环境 发现可能是雷达磁控管发射出的微波 导致巧克力受热融化 于是他就想把这种原理 运用到加热食物当中 经过反复研究 1947年 世界上第一台微波炉诞生了 但是 这第一台微波炉 重达340斤 实在太过笨重 因此都被用在工业上 到了70年代 经过不断改进 微波炉能家用了 但因为价格太高 普及率也有限 直到日韩两国加入到 微波炉生产大军中 更低廉的价格 让微波炉迅速走进寻常百姓家 比如 日本厂商生产的最小体积微波炉 已经降到150美元的时候 美国利顿微波炉的价格 为349美元 受价格竞争影响 Amana 利顿等美国本土的微波炉品牌 销量下滑 日本品牌销量大增 1976年 韩国三星也加入了微波炉生产 它甚至比日本厂商的成本还要低 以当时美国通用电器为例 通用每生产一台微波炉 需要支付人工成本是8美元 而三星是63美分 在生产线和管理上 通用的成本是10美元 而三星是2美分 所以最后 通用干脆放弃了自己的生产线 改由三星代工生产 到了1990年 美国微波炉市场 已经是日韩厂商的天下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 微波炉开始进入中国 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售价普遍在2000至3000元左右的微波炉 根本不在他们的购买考量范围之内 就算有钱 优先购买的也是结婚三大件 所以大家只能等 等一个把微波炉价格打下来的厂商出现 好在没有等很久 格兰市就来了 但格兰市并非一开始走的 就是造微波炉的路 1978年 改革开放初期 公社干部梁庆德 在顺德西窑河边的摊途上 搭了个窝棚 做起了鸡毛胆子生意 后来的十年梁庆德生意越做越大 一个小窝棚变成三家工厂 产品也慢慢从鸡毛胆子发展到羽绒制品 正当春风得意之际 国际羽绒制品市场却日趋饱和 梁庆德不得不开始寻求转型机会 1991年 梁庆德去日本考察学习 第一次看见微波炉 彼时 国际微波炉市场已经成熟 在发达国家普及率高达80% 而在中国 微波炉市场容量仅约为20万台 且主要集中在上海 广州和北京的大城市 梁庆德察觉到机会 次年 羽绒制品厂向家电转型 起名格兰市 开始生产微波炉 当时 国内还没有成规模的微波炉品牌 唯一做得比较好的 是上海无线电18厂生产的 飞月牌微波炉 于是 梁庆德三顾上海 请到了无线电18厂工程师陆荣发 为格兰市做技术指导 并花费300万元和日本东芝合作 引进了一条微波炉生产线 1993年 格兰市微波炉正式投放市场 并且销量也还不错 仅在上海一地就卖出了8000台 次年 格兰市凭借着人力成本低的优势 扩大生产规模 当年五一期间 格兰市就把微波炉的价格 调低到499元 上海不少商场出现排长队 抢购微波炉的景象 这是格兰市第一次尝到降价的甜头 之后 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 七年间 格兰市共进行了九次大规模降价 并且每次降的都非常狠 幅度均在30%以上 如此大规模高频次降价 让日韩企业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格兰市毫无疑问成了国内销量第一 那么 为什么格兰市能把价格降得这么低 其中一个原因是 产业集群带来的成本优势 格兰市身处顺德地区 改革开放后 大量外资外商进入珠三角开办工厂 那时的广东 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密集的地区 并且成本低廉仅为欧美等国家的三十分之一 外商手握资金 将生产所需要的零配件 交由周边地区加工生产 围绕着外资工厂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 竞相涌现 珠三角崛起了一个又一个专业震 形成了完整家电部件产业链 在这样的土壤下 格兰市要人有人 要零件就在隔壁 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其次是规模效应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 在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水平之前 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 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成下降趋势 微波炉生产的最小经济规模为万台 早在1997年 格兰市就达到了这一规模 随后 规模每上一个台阶 生产成本就下降一个台阶 这为格兰市发动价格战 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而价格战所引发的市场份额扩大 又进一步促成 格兰市扩大生产规模 降低成本 这样再三往复 最终把格兰市推上了全球微波炉市场的头把交易 微波炉这个高端小家电博来品 也变成了中国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平民家电 不过 在格兰市成为价格屠夫的那些年里 也并非没有对手 美帝的出现就曾让格兰市伤痛脑筋 两者之间也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微波炉战争 由于这场微波炉之争 实在历史悠久且过于复杂 品牌哥就在这里挑两个代表的例子给大家聊聊 看看最高端的商战 往往都采用哪些方法 先来说口水战 口水战是所有成本里成本最小 效果却最立竿见影的一个 这招用的最好的还是农夫山泉 当年农夫山泉说 天然水比纯净水更营养 挑起了饮用水领域的世纪水战 也让自己这个后来者成功上位 格兰市也是用了这一招 完成了对美帝紫微光微波炉的围剿 2003年SARS爆发 人们对消毒卫生产品的需求上升 美帝看到这一市场 推出了具有杀菌功能的紫微光微波炉 投放市场后得到了不少消费者青睐 格兰市健壮开始一边悄悄成立繁紫联盟 在媒体上不断宣传紫外线消毒产品有害 一边在全国范围内向消费者赠送 防紫外线太阳镜太阳伞 强化消费者对紫外线有害的认识 一时间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以为紫微光就是紫外线 导致美帝紫微光微波炉的销量急转直下 不甘落后的美帝迅速反击 指出此前格兰市推出的光波炉 才是在欺骗消费者 双方你来我往 口水战一直延续到2005年 格兰市一位员工在报纸上发布文章 夏天慎房紫外线家电 点名批评美帝紫微光微波炉 劝导消费者不要购买 忍无可忍的美帝 只能对格兰市律师喊警告 要求格兰市道歉 而格兰市的回应 虽没说是临时工 但也差不多就是 这是员工个人行为 与我私无关 说起来 这也不是微波炉 第一次遇到类似传言了 毕竟咱们家族群的 网络养生文理 就一直流传着 赶快转给家人 已经证实 这个厨房电器辐射 能致癌的传说 当年也是对微波炉销量 造成重创 再来说说赠品战 大家都有被泡面碗吸引 所以买了一袋泡面的经历吧 在产品几乎没有区别的情况下 赠品就成为了 影响大家购买的主要因素 美帝和格兰市也深暗此道 这边美帝推出 购买微波炉 送进口微波炉套装18件 格兰市便表示 我们送25件 总之要比你多 比你丰富 还有电饭包 电火锅 电磁炉等 都没有逃脱过 做赠品的命运 那时候 美帝和格兰市的企划部 每天想的 都是市场促销的奇招怪招 想什么样的赠品 才能更吸引消费者 格兰市后来搞了个 买1088元的光波炉 就送3380元 瑞士钻石名表的活动 至今还被称为 中国家电业 最壮观 最雕诡的促销 而这样的赠品战 对双方来说 也都是巨大的消耗 格兰市营销经理 就曾透露过 2006年之前 格兰市每年在 微波炉赠品上的花费 大概是1.4亿 美帝每年在赠品上的支出 也有将近1亿 但谁也不能停下来 因为你不送赠品 人家马上送的更多 别小看赠品 对销售的拉动 巨大而明显 就这样 在一轮又一轮的熬战中 RG 三星 松夏等日韩品牌 早已丢亏弃甲 或退出市场 或选择由格兰市 美帝代工制造 美帝也硬生生 从微波炉之王身上 啃下了半壁江山 而欲棒相争 倒逼微波炉市场 不断升级 无论是光波炉 还是真功夫 微波炉确实更好用了 或许正因如此 虽然微波炉多年来 并没有很网红的声势 但也一直被人们默默需要 最后 我们再来聊聊 格兰市的代工之路 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 在面临走出去的问题上 都会有三个选择 一是工厂要不要走出去 即在国内办厂 还是到国外去办厂 二是营销要不要走出去 即自己到国外去营销 还是委托国外的经销商营销 三是品牌要不要走出去 即到国外销售产品 用自己的品牌 还是用国外的知名品牌 对于格兰市来说 它的选择是 在国内生产 在国外让别人销售 也就是做代工 这样的选择 是格兰市创立之初 最好的选择 一来 我国企业最大的优势 就是劳动力成本低 3000块就能招来一个 全日制本科大学生 二来 在顺德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产业集群优势 顺德是全国品种最全 规模最大的 家电配件生产基地 有人说 在顺德 不出50公里 两小时之内 就可以得到基本的家电配件 买配件 就如在超市购物一样简单 因此 格兰市成为 世界微波炉制造中心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2000年时 全球已经有 200多个知名品牌的产品 交由格兰市生产 而大规模代工 造成的规模效应 使格兰市微波炉成本 不断降低 价格屠夫的底气 也来源于此 轰轰烈烈30年 微波炉从上千元的高不可攀 落到几百元的平价小家电 可以说 格兰市是最大的工程 如今 随着预制菜市场的火爆 有了更多适合 丢进微波炉加热的 及时菜肴 微波炉或许也会 重新回到厨房小家电C位 毕竟在品牌歌星里 微波炉真的是被 严重低估的厨房电器 而且大家肯定想不到 微波炉这种加热方式 效率高 用时短 所以相比传统的 煎炸炒煮 食物营养流失更少 也更加健康 说到这儿 好像还真有点饿 需要来碗 微波炉泡面了 大家别忘了一键三连 赞助下泡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